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们移至了瘸腿的以后 就引起了大祭司 就是这个萨都该人的记恨 他们妒忌 他们看到这么多人信耶稣 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廊前有多少人信主呢 有五千人信主 在圣灵浇灌下来 在五星期那一天有三千人信主 这时候的教会就已经有八千多位弟兄 那不算姐妹 一般你看教会 你看看你旁边弟兄多 姐妹多 你看一看 教会里面 现在的教会都是姐妹比弟兄多 那丰若华夏基督教会有点特别 那弟兄比较多 很多的教会 你看到那姐妹们很多 热心的服侍 那弟兄们都很冷淡 都在追求世界 所以我们要为弟兄祷告 为弟兄祷告 那么到了第四 第五章的时候 中间插进了一个教会内部的问题 就是一个亚当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 那么今天不讲这个重点 重点今天我们讲 我们如何来面对政府的逼迫 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政治吗 还是我们面对的信仰的生活呢 在这个最近 大家看 这个 看一个投影 手对形传的 这段我先不念了 我们现在看引言 那么前几天 在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 引起了争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加州 加州的州长 纽森 否决了AB957的一个法案 这是民主党提出的一个法案 AB957 这个法案非常地恶 这个法案 它的内容就是 如果你的孩子要做变性手术 你父母无权干涉 如果你干涉 你的孩子被政府带走 你就再没有对孩子的监护权 你的监护权被交出来 那么随着很多抗议的兴起 牛森可能接到了 许多许多抗议的电话 所以他否决了 AB957的提案 但是24个小时之后 他就迅速地签署了 AB23法案 AB23法案是什么意思呢 AB23法案跟这个957的法案 是一个意思 差不多一个意思 他就说任何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如果他想做变性的手术 或者他更改他的名字 他就直接到加州的高法去自己注册 不需要家长知道 注册完了 他可以把自己男性注册为女性 他的名字 比如说他叫James 他可以改成一个女人的Rose之类的名字 那么你的家长不能够去查考他的名字 你的家长不能够到法院说 我看我的孩子 他是否改了名字 你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加州的法案 因为参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州长也签署了 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去了高法 你就无权再干涉了 而且你也不知道 对此引起了很多的抗议 很多的抗议 但是好像我们华人是无动于衷的 在加州华人是最大的群体 除了美国墨西哥以外 最大的一个族裔就是我们的华人 可是华人没有表态 因为很多人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孩子很好 我的孩子男生就男生 女生就女生 我的孩子从来不上男孩不去女生厕所的 但是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被威胁的人 不仅是我们 连这个特斯拉的首席执政官 叫马斯克 对吧 我们大家了解马斯克 埃隆·马斯克他的儿子 叫做亚历山大·马斯克 他就做了变性的手术 在18岁的时候 他现在不仅做了变性的手术 他还跟父亲脱离了关系 所以马斯克在他即将出版的传记中 他大骂洛杉矶 大骂这个加州的法律 他说这是一个地狱一样的地方 他说他们这些极左的思想 把我的儿子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 那我们从这里边看到说 这个极左的思潮 后边是有黑暗权势的 它的黑暗权势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黑暗权势 今天在美国大行其道 大行其道 随着AB223法律成为加州的法律 所有的未来的 不管你是8岁10岁12岁 这些孩子 他们可以正式地改为他的性别 当他申请了以后 这个立刻就给他使用 叫青春阻断剂 青春阻断剂 他就不再发育了 然后再给他用一种异性的荷尔蒙 就是他这两个药一用 如果你即使没有做变性手术 那么你的 你这个孩子是永远不会再生育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说 这个法律 它显然违反了上帝的创造 各从其类 它显然违反了人的长轮 它也违反了圣经的原则 它会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悲剧 这些家庭悲剧 是我们可能用一生一代甚至几代 可能后来就没有几代了 要付出代价 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 我们 很多的牧师教导我们 我们要顺服政府 顺服掌权者 那这些牧师是傻呢 还是坏呢我不知道 很多人在讲这个观念 这个教会里教导 教会不要碰任何的法律 是因为自己的胆怯 因为圣经说了 在上有权柄的仍然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令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 说所有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 英文是安得在上帝之下的 如果你的权力 这个权柄 这个制度是来自于上帝 但那个人 不一定哦 那个执政的人也许是 撒但的差异 撒但的差异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看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也是在 我们的引言中 所用的经文 那这段经文我们选用了这个使徒行人的第五章 我们现在也读到了第五章 读到了第五章 使徒行人的第五章的后半段 就讲到了教会面对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就来自于政权的 有权柄的挑战 在使徒行人的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吧 我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 27节说带道了 带道了 那么边教使徒站在会 公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你们 我们不是严严地 紧着你们不可奉着名 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 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那我这个有选择性的来读 这段经文 选择性的来读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 如何在逼迫面前 有正确的反应 我们在使徒行传 第四章 第五章 看到两次教会面对的逼迫 我们知道 在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最不高兴的就是撒旦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说 这是政府的逼迫 我们也不要简单地把加州的法律 看出是政府的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后边有一个黑暗的诠释 这个黑暗的诠释就是于神为敌 当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这个萨德就想铲除教会 他就从两个方面来铲除教会 第一个方面 他用权柄 来自于官长和祭祀的权柄 从外边的压力要消灭主的教会 对吧 第二个 教会内部的软弱 人的罪 人的罪 包括亚当尼亚和撒非拉 他们的软弱 制造教会内部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逼迫 政府的逼迫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从第四章 我们看到第四章有一段的经文 这是第一次逼迫的原由 第一次为什么逼迫呢 第一次是因为彼得和约翰行了神迹 他们治好了一个瘸腿的 在美门的前面 这个生来就瘸腿的 他们治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新闻 那么当他们治好了以后 他们就惹恼了祭祀阶层和手电关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下面我们看这个 医治好了瘸腿的人 然后他们教训百姓 耶稣就是基督 然后他们传说耶稣复活了 然后信主的人就众多 有五千人 我们只注意 《使徒信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有三千人信主 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们会讲到这个三千人信主 但是我们在这看到所罗门前面 一个神迹的发生 有五千人信了耶稣 有五千人信了耶稣 这个引起了这个大祭司阶层的恼怒 这是第一次的逼迫的原由 是因为神迹 所以很多的教会不提神迹 一提神迹 那就给人画到灵恩派 我觉得这里面有属灵的问题 耶稣基督过去做的 今天还在做 你们 哈利路亚 如果没有上帝的医治 张伯利牧师不会站在你们面前 对不对 如果没有上帝的医治 我的太太师母 今天也不会再继续地在读书和教课 对不对 如果没有上帝的医治 我们风和华教 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告诉你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祂是医治我们的神 而且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有权柄 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我们可以捆绑撒旦的作为 我们可以释放上帝的儿女 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 说你们在地上捆绑 我在天上就捆绑 你们在地上释放 我在天上就释放 所以呢我们看到 当这些门徒们 他们医治了这个瘸腿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医治是最著名的一个医治 美门的医治嘛 对不对 彼得对这个讨饭这个瘸腿的说 金银我都没有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让你起来行走 他于是就起来了 他就跳着就进了圣殿 我们知道这个就引起了 萨都该人极大的不满 这是第一次的逼迫 那么第二次的逼迫 我们看到他肺腑的缘由 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仁 就是萨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忌恨 这里边就是说到一个忌恨的问题 满心忌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到外间 收到外间 这段记载着 这个不是彼得和约翰了 是十二个使徒 包括后来选的马提亚 全部被抓起来 全部被抓起来 这个萨都该人 他们特别的嫉妒 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嫉妒 第一 他们这个神学观念不同 你知道今天神学观念不同的 互相之间那种攻击 有得比仇敌的攻击还狠 那么萨都该人 他是当时掌权的人 在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在他的犹太古史记中 第十八卷 他记载着 当时的犹太有四大派系 犹太人有四大派系 第一派 萨都该人 那么这个萨都该人 是什么意思呢 是正人君子的意思 他们是以犹太的祭司长 为首领 是贵族 我们知道看到 过去很多的国家 祭司都是贵族 今天我们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就是平民 我们的祭司阶层 就是服侍神的 也服侍弟兄姊妹的 对不对 所以在教会里边 我们称为 这是传道人 在基督的面前 我们称为仆人 基督的仆人 对吧 我记得我在台福念书的时候 有一天来个台湾的讲员 就说 你们是上帝的萝卜 我就听他们说 我们是上帝的萝卜 我就奇怪 后来我就问一个台湾的弟兄 告诉我 奴夫 不是奴夫 奴夫的意思 我们是上帝的奴夫 可是当时的在犹太教里边 这个萨都该人 他们是主政的 他们大多都是贵族 他们掌管着圣殿和国家的政治事物 他们接受的是希腊化的思想 他们与罗马政府妥协 他们不相信复活 他也不相信天使和圣灵 他们不相信的 所以如果你说 医治是圣灵的工作 那萨都该人第一个起来反对 你说耶稣死里复活了 那他绝对不承认 这一群人 讲耶稣复活 一定是他们要铲除的 当然还有我们所知道的 法利塞人 爱瑟尼人 和粉瑞党人 当时以色列人是大概的四种人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大尼斯和他的同人们 就是萨都该教门的人 萨都该教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记恨 下手拿了使徒 收在外间 他们拿了使徒 他们晚上不能够判 因为工会晚上不开会 他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开会 没有想到这段经文记载是说 当时主的使者 主的使者就把这些人带出来 让他们向百姓来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 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们就出去了 天降亮的时候 他们才进殿 他们就在殿里教训人 大尼斯和他的同人来 叫起了会众 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 就拆人到间里 想把他们提出来 当时一看 结果人不见了 他们在会堂里在教训人 在圣殿里在教训人 所以呢 他们又把他们带来了 既带来了 就站在使徒们站在工会的面前 这是第二次的逼迫的原因 我们看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 当我们看到 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原因 所以当我们认清逼迫后面的黑暗权势 启示录的十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启示录十二章讲到一个妇人 一个妇人的孩子 还有一个大红龙的故事 有的人说大红龙啊 就像是共产党 大红龙共产党 这个其实这个是 这个太简单了 大红龙就是撒旦 大红龙就是撒旦 那么天上有意向来 那么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这十二星表示 象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那么这个妇人呢 有的姐姐家认为就是教会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信妇嘛 但有的姐姐家认为是指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今天的教会 就是真以色列 真以色列人 因为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一群人 所以很清楚 那么这是撒旦要逼迫上帝的教会 那么这个妇女怀了孕 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的呼号 天上又出现了异象 有一个大红龙 七头十脚 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这就是撒旦 这个大龙也叫骨蛇 圣经告诉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说 天上出现个大异象 天上出现个大异象 那它的尾巴 它的尾巴 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里 要将它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它生产之后 要吞吃它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 明显的看到 我们看到 这是将来又用铁杖 侠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 神的宝座那里去 妇人就逃到了旷野 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地方 使他被养活了1260天 1260天是多少天啊 几年啊 三年半 对不对 这个当然你要读启示录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三年半 这个三年半你不了解 你就很难了解末世 所以我们从而看到说 当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就面对着撒旦的攻击 撒旦就想把教会从地上铲除 就铲除 他这个当时的撒族该人 他们已经变成了这个大红龙的差异 他来要吞掉那个孩子 然后他就逼迫那个妇人 但是上帝胜了 对吧 11节说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的见证的道 他们随之与死也不爱惜生命 我们从一段经文看到说 教会的逼迫从初代教会就有 一直到今天 我昨天做了一个节目 我昨天做到了这个 中国的教会被逼迫 我采访了爸爸 你们大家有没有看的 看的举手 我看有多少人看的 还是不少的 欢迎你们去看一看 爸爸的机构叫做对华援助协会 那么福尼丘牧师是华人牧师里面 唯一的一个获得 这个叫做威伯夫斯奖的一个 威伯夫斯是 Chalkerson他们的机构设立的 把这个奖项给过 这个基督教里面 贡献最大的那些代表人物 包括Massa Teresa 给过他 那这个奖 那给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得奖的 就是福尼丘牧师 那我参加了那个 做奖大会在德州的达拉斯 我作为大会的这个 这个 引言人 我参加了这次会 有三千多位美国的教会的领袖参与 中国 大家可能很多不记得福尼丘 前一段有一个五月华号的教会 来到美国 就是福尼丘牧师 在美国他起码就游说了 三十多位议员 七十多个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的 美国的 欧洲的 把五月华号教会这六十多个人 从这个 泰国的监狱里面 救到了美国 那这是一个吸引五月华号的事情 大家有知道这个句话 有多少人知道 你们都知道 这个知道比较多 那么福尼丘牧师 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两个是算 都是赵天牧师 中国福音会的同工 所以我们俩也算那里的同工 我们 所以这些年 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后来去读了 Weltsman的 这个西米斯神学院 毕业以后 他就做这个 基督教的 Human Rise的工作 做得很有成就 帮助了 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我采访他来做节目 他其中谈到了一个 中国教会今天被逼迫的心动下 就是如果你不注册 在中国教会你不注册 你是不能够公开聚会的 如果你聚会 你可能你的传导人要被抓 今天在中国做传导人 那才有挑战性 不像在美国 美国今天我就批评了 加州 纽森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对不对 我有言论自由 可是中国就不行 中国就有宗教政策 宗教政策 所以他们现在就 把教会 传到人抓起来 用什么判呢 他判王仪的时候 用这个叫做 山滇 煽动 蝙蝠政府罪来判 现在他不用这个词了 这个词他 一下子就把你塑到很高 他用诈骗罪 你看诈骗多难听 对不对 骗人的 为什么诈骗呢 因为牧师教会给薪水 这个钱不是政府发的 都是弟兄准备奉献的 所以这个把奉献当作诈骗 所以一会我们说奉献的时候 那就是如果在中国张牧师 就犯诈骗罪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就是教会这个正常的形态 从以色列历史到现在 人们来到殿中从来不能空手的 对不对 那因为来到殿中 他们不仅是来敬拜神 朝天神 他们也是来认罪的 每个人都是罪人 犯了大罪的 牵头牛 对吧 然后祭司 把那牛宰了 为你赎罪 犯了小罪的 带个斑鸠 总而言之 你是有罪的 你来到上面 认罪悔改 所以 今天新预的教会 收奉献也是很正常的 可在中国大陆 就判你 他们判得很重 其中有一个案例 是山西的 我在山西曾经工作过八年 所以我在山西的时候 我去过这个城市叫林坟 谁知道这个城市叫林坟 知道林坟教案吗 知道 那他讲了 这个林坟 在富山县 一个县 有一个教会 叫做金灯台教会 那这个教会 现在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当他们拆这个教堂的时候 这个教会有五万人 这个教会就一对夫妻 这个牧师姓王 那姐妹姓杨 这个杨荣丽和王小光 这对夫妻原来是 林坟师范大学的 林坟师范学院的老师 他们信主以后 当然这个杨荣丽 是第五代基督徒 然后他的先生跟着太太信主 两人信主以后 为主大发热心 就辞掉了工作 来牧养教会 1997年成立的教会 短短的不到十年间 他们就到了五万人 五万人啊 弟兄姊妹 一个教会有五万人 对吧 现在傅希秋牧师说 随着逼迫的来临 人数已经到了十万 你们 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 对不对 他们在1918年 当地政府 把他们用1700万人民币 弟兄姓妹奉献的 这个金灯台的教堂 给用爆破的方式 一位平地 那王小光和杨荣丽 就被捕 和十几位弟兄姊妹 教会的领袖 几十位一起被抓 他们被判了 那时还不是用诈骗罪判的 用三天罪判的 被判了杨荣丽 判了七年 他的丈夫 王牧师被判了三年 被判了三年 然后他们还有罚款 2009年的9月13号 三点 福山县当地的政府 出动了400余名警察和便衣 进入金灯台教会 打伤了100多个弟兄姊妹 然后捣毁了教会的建筑物 抢走了所有的电视冰箱 汽车厨房里的锅耳飘坟 都抢走了 最后当然杨荣丽前几天 前一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头发全白了 但前几天他们又被抓了 这次要判他们 是要用诈骗罪来判他们 但是教会在兴旺 我看到杨荣丽被放的那个照片 那些警察也笑着 带他出监 杨荣丽 这个面对的警察 微笑着往前走 头发全白了 全白了 但是上帝纪念他 你们 所以在面对艰难逼迫的时候 不要怕 初代的教会和今年的教会一样 罗马帝国 逼迫教会三百年 这个政权就是撒旦的差异 他们要铲除教会 就像那个大红龙 他们要吞灭初代的教会 但是教会越来越形容 Amen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上帝在 耶稣基督在这个 使徒行程的第一章第八节 告诉门徒们 等候圣灵降临以后 他们得到能力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耶稣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里面 很重要一点 就是通过逼迫 通过逼迫 使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 到了犹太全地 然后到了撒玛利亚 然后到了地级 对不对 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 没有逼迫 福音都不会传到地级的 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 一次又一次的 当斯蒂凡最后殉道 然后主的门徒就失散了 那些讲希腊话的基督徒 就开始进入到犹太全地 他们走到哪里 把福音传到哪里 现在今天我们国内 很多的弟兄姊们 因着国内的逼迫 开始来到美国 走线的 你们要学习初代教会的榜样 走到哪里 把福音传到哪里 走到厄瓜堆 就把福音传到厄瓜堆 我们这几天 我们费生分堂的赵一国牧师 正在南美传福音 每一天都给好几十个人施洗 建筑人就给人传福音 建筑人给传福音 给我发了一大堆的照片 感谢神 在美国挺难的 但一个人信主很不容易 对不对 在厄瓜堆 那容易得很 容易得很 走到哪里 就走到那个老墨西哥 咱们那叫墨西哥边境的墙上 你见着警察抓你 你就问他 你信耶稣吗 警察立刻就厚待你 对不对 你说我又把福音给你 警察就会让你入境 所以你不要担心 所以现在逃到美墨边境的人 一跳墙主动地投到警察的怀抱 因为一到警察那里什么都解决了 连申请避难都不用找律师了 直接就申请 所以不用怕 对不对 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 所以就是教会今天所面对的艰难和逼迫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不用怕 第二 面对逼迫的回应 坚定的信心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在史东西传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看到 如果你翻个第四章 你看到当逼迫来临的时候 门徒们是如何回应的 如何回应的 第四章的时候 第一次的逼迫的时候 所以使徒 他们被压到了 萨都盖人的面前的时候 那些官府 你看有官府 长老 就是民间的领袖 和文士那些解经家 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然后有大祭司 亚纳 和盖亚法 约翰 亚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他们叫使徒们站在中间 就问他们 问什么呢 问说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做这事 就是那个医治的事情吗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这是个好机会啊 那彼得立刻就讲道 就向他们讲耶稣 讲耶稣 所以彼得在跟他们讲的时候 说你们所砌的那个石头 它已经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除它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没有靠着 所以这是一个 福音的核心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犹太人以为可以靠着 祖宗的律法得救 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唯有他 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就是犹太人 今天不信耶稣 也不能得救 他们靠祖宗的律法 当耶稣来了 已经进入到 新约的时代 这个时候 我们要靠着耶稣 才能得救 这非常重要一点 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你会看到 这个撒图该人 在逼迫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 非常的恼怒的 非常的恼怒的 当时的大祭司 是该亚法 那这里面记载了 一个叫亚纳 其实亚纳 当时已经不是大祭司了 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 那亚纳在主后第六年 开始做大祭司 他做到第主后十五年 那么 他在做大祭司的时候 他跟政府的 罗马政府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他被撤了 虽然他被撤了 但是他接替的是他的儿子 在他被撤职的五十年内 撒图该人的领袖 这个大祭司的阶层 都有亚纳的儿子和女婿来担任 还有五个儿子当过大祭司 当耶稣被定在神架上 审耶稣的那个大祭司 叫该亚法 是亚纳的女婿 亚大的女婿 我们了解这个 我们就是到时候 这个大祭司 这个权力啊 权力都是 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 不愿意放弃的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世界都走向民主社会了 很多的民主国家 都是这样子的 深层民主 其实 没有民主 我们看柬埔寨 对吧 洪森执政了四十多年 下台了 交给他儿子 对不对 那北韩就不要说了 北韩就交给了这个孙子 金正日的孙子 一代又一代的 这专制国家我们不讲的 民主国家今天也是如此 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政权 都有它的邪恶之处 邪恶之处 因为它后边有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看到 第二个勇敢的见证 在神经的第五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说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已经复活 这个正好又是 他们这个撒族干人愤怒 因为他们不认同复活 不认同复活 看这段经文 你看彼得和众使都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 已经叫他复活了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是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之人做见证 门徒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在任何的地方 他们都做见证 就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他们勇敢地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是圣经中 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 我们只讲顺服政府 我们只讲顺服政府 因为我们怕 我们有胆怯 而且中国的文化观念中 有一个就是官本位的文化 中国人很尊重当官的 很惧怕当官的 对不对 只要你想到一个当官的 这个村子里出现一个当官的 他就被尊重 一个村子里如果出现一个有思想的 他不见得会被尊重 这是中国的文化 所以中国人一谈到说顺服政府 他很容易接受 当政府跟上帝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顺服谁呢 北加州这个 我们加州的这个 牛森签的这个法令 你要不要顺服呢 要不要顺服 你为什么不要顺服 因为他不合圣经嘛 不合上帝的心意 对不对 而且他是违反人伦的 我们当然不能顺服 所以政府最爱用的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 据说那警察抓到了 传到人就说 你们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吗 你们要顺服政府吗 而且是凡事顺服啊 对不对 就意思我做好事做坏事 你都得顺服啊 对不对 我们是有全民的 人人都得顺服 但是他不说全民来自于上帝 他不说这句话 因为一切的全民 都是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上帝 所以呢 其实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承认今天君王的管理 我们承认地上的 上帝允许的制度 但是当这些制度 与上帝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办呢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基督徒 他有一个很大的公司 叫Sogo 从太平洋从光百货 他这个太平洋从光 被有权势的人 用不正当的权益 让他老爸签了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一个 只有1000万台币的公司 把他的大公司给吞了 他为什么要签呢 因为他要拿政府的贷款 说你如果签了 那你就能拿到贷款 老爸也没好好看就签了 打了好多年官司都打不赢 对吧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也为他祷告 那天我记得张启明长老 在接受一个陈文倩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道理 我突然明白了 这么多年 他没有灰心 他继续喜乐地来侍奉神 他没有说 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的产业 我是基督徒 他是长老 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很美好的见证 老爷子也是基督徒 老爷子那时候 我到台湾住过他家好几次 每天都是陪老爷子吃饭 老爷子跟我聊很多 非常谦卑的一个张明强 张明强一个老弟兄 我记得那天张明强说 这个弟兄姊妹要记住 我始终记着 有两个法庭 一个是地上的 一个是天上的 地上的法庭不一定都对 但是天上的法庭一定都对 你们 他判我错 上帝不见得见得我错 所以我相信 地上的法庭有不全 不完美的地方 天上的法庭有一天会给我公正的判决 你们 所以基督徒要这个信心呢 那我们今天面对地上的这些恶法 我们相信地上的恶法 要顺服天上的法律 它才成为法律 如果它没有顺踪天上的法律 我们对这些法律 我们不认为它是法律 今天美国通过的AB23 你觉得它是法律吗 它完全违犯了美国的宪法吗 中国今天对基督徒的逼方 你说它是法律吗 对于基督教的 这种宗教的条例 它是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对不对 当年我们去广场的时候 我们违犯了法律吗 没有嘛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明确地解释 公民有游行示威自由 我们违犯的是北京市十条 它的条叫条例 不叫法律 它自己都不好意思叫法律 它叫条例 它今天对基督教的逼迫 它用的是宗教条例 这是政治 这是政府的权利 这不是人民的意志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 我们很清楚能辩驳 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我们能跟政府一起来 逼迫神的儿女吗 我们能赞成政府所通过的那些 违犯圣经的法律吗 我们不仅赞成 我们还去推动 你会吗 我常常想到中国有些勇敢的人 有时候我会问 有些跟我同代的人 我说几个小孩 他说哎呀我五个 你怎么能生五个呢 他说我们又不是公务员 我们都农民 生败顶多交点罚款 反正一罚也没钱 对吧 那你想这人多聪明啊 这何神的心意啊 你们 那那些把自己的孩子给堕胎的人 是你顺服了中国政府的法律 可是你在上帝里面怎么交账 你杀了人 你杀的是自己的儿子 那是罪 所以领受圣材的时候又悔改又认罪的 我记得有次在香港特会上 有一个牧师就呼召说 我们一千多人参加国内的船上参加聚会说 如果你剁过胎的 走到前面来 哇我看百分之百的姐妹走到前面去 百分之百几乎 跪在那儿哇哇哭啊 首先上帝赦免你的罪 对不对 今天也是一样啊 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里边 我们有自由 有选择 我们还去堕胎 违反上帝的旨意 我们很多的孩子还要去变性 我们不用基督教的教导 不要圣经的教导我们孩子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 世界既然流行就是对的 那不一定对 所以这不合神的心意 你知道计划生育是个恶法 对吧 是不是恶法 那你顺从的 顺从自己就倒霉 你还得面对上帝的审判 你知道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那两个接生婆 就违反了法老的命令 对不对 他们把摩西生出来了 他们说西班牙人 当然他说的是 他说了点善意的谎言 说西班牙人生孩子快 我们刚到 他生出来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但是上帝 对那两个接生婆怎么样 奖赏他们 奖赏他们 那摩西就这样生出来的 如果摩西那是听从法老的命令 埃及的法律 男孩子就要被杀掉 那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不能够离开埃及 历史上从圣经上看到很多很多 你违反这些政府的恶法的时候 会得到上帝奖赏 你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勇敢的见证 教会对政权的立场 第一 顺服神还是顺服人 这是第四章 第四章的时候 彼得面对逼迫 或者他说顺服神还是顺服人 你们自己着亮吧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们都是懂律法的人 你们不管是 这个萨都该的阶层 还是法利赛人 你们都懂得律法 所以你看他们这里边说 他说我们听见的 在神的面前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所听见的 我们不能不说 这是对政府的态度 这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等到官长为了百姓的缘故 没有惩罚他们 那把他们放了 因为他的医治是来自于神 我们看到顺从神 不顺服应当的 到第五章的时候 这个就 彼得的口气就变了 彼得原来说 你们顺服你们还是顺服神 你们自己着亮吧 你们是官长 你们是教师 但是他现在说 在工会的面前 大祭司问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截着你们 不许奉着名 来传吗 对不对 这个名 这个奉这个名 不可教训人吗 你们倒要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在我们身上 这个大祭司很滑稽 这是彼得们说的吗 彼得没有说 让血归在你们身上 是他自己说的 他们在定的十架 要给耶稣判死刑 比拉多不干的 比拉多说 我不想沾这人的血 对不对 这是没查出什么罪 但是犹太人怎么说 让他的血 让我们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是他自己说的 然后现在他把这个锅甩给了彼得 不是彼得说的 但是彼得在里讲了一句著名的话 顺从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你不是不承认复活吗 我就告诉你 复活 耶稣就是复活了 Amen Hallelujah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会有他的教会吗 耶稣没有复活 他的门徒们有那样的勇敢的胆量 可以为主殉道吗 因为他们都见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这些门徒 耶稣复活又有四十天的时间 和门徒们在一起 给他们讲述天国的事 对不对 感谢神 所以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任何的社会制度都是有限的 任何的国家都是有限的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无穷尽的 没有基督的教会永无穷尽 你们 罗马帝国当年多么的兴盛 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 巴比伦王国 多么的强大 然后马代波斯就取代了巴比伦 对不对 然后亚历山大又取代了马代波斯 然后罗马又取代了希腊亚历山大 最后罗马也不行了 罗马比伦主的教会三百年 主的教会没有被铲除 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神学院 最近在讲这个《石头行传》 讲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 我们最重点是看神在初代教会的作为 因为神过去的初代教会做的 今天在中国的教会 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继续要做 你们 我没看到上帝在做呀 奇妙的 罗马帝国没有铲除了教会 那时候的逼迫多严厉啊 那时候你或者你说耶稣是主 或者说凯撒是主 你就说耶稣是主 好 抓起来 关到监狱里边 跟斗兽场给你推进去 对吧 还有的 即使没抓 你也不能做生意了 当时有个从业工会 这个从业工会 如果你不是说凯撒不去敬拜凯撒 你不是说凯撒是主 你不能做生意的 没人敢跟你做生意 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国内也面对这种情况啊 一听说你基督徒 公务员你不能做了 对吧 老师你不能做了 军人你不能做了 警察你不能做了 那你能做什么呢 你做这买卫 小买卫可以 大买卫不行 大买卫你不能做 不能给你基督徒做 跟初代教会何等的相像 弟兄姊妹要记住 今天国内弟兄姊妹所遇到的景况 你会看 如果他不承认三字 不加入三字 他面对的景况就是这样子的 他会被排斥 社会之外 社会资料都不让你享有 那你就没饭吃嘛 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啊 可是他们坚持下来了 福音广传 从小亚西亚 当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到了居比路 然后他们到了小亚西亚 然后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他们来到了菲利比 然后最后保罗被压到罗马 教会传到了欧洲 欧洲建立了教会 感谢神啊 所以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 顺服神不顺服人 不仅体现我们和政府的关系上 也体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地上的 不管我们的老板 包括家里的丈夫 我们都是顺服神 不顺服人 对不对 有的教导说 不管丈夫怎么样 你有百分之百的顺服 那老公拿着钱去拉搜给亚斯了 那你开车送他吗 不会吗 你要告诉他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我要坚持真理 我坚持真理不是我不顺服你 我是顺服神 这是我要超过对你的顺服 因为你是错的 你不仅错的 还要悔改 所以要改变我们对人的迷信 对权柄的迷信 任何的政府 任何人 任何老板 甚至包括你的牧师 如果他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 你都可以不顺服 都可以不顺服 唯有神 我们是必然地要全然地顺服 第二个我们要养成我们凡事 是深思明辨的习惯 要熟读圣经 为什么我老劝弟兄姊妹 好好地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呢 主日学是最好的教导 我没有进神院之前 我就在主日学里面 一卷书一卷书地听 到了神院老师一讲 我就听明白了 否则你连主日学都没参加过 你到神院我累死你 我告诉你 真的累人 根本你就不懂 你想你今天二十岁信主了 你能活九十岁 你还有七十年的时间 你每个礼拜天 用一个小时来到主日学 一年五十个小时 十年就五百个小时 那七十年呢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一时间你睡觉了 你就死了七十年 你睡觉是啥也不知道嘛 你不跟死一样吗 对不对 睡了 你醒过来 去读神的话语 你用了七十年读 你像你装备的 你就成为圣经老师了嘛 你现在别人就能教导他们 所以保罗在菲律比书第一章 说我祷告 我祷告让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见识上 深而又深 广而又广 对不对 知识和见识非常的重要 使你们能够明辨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知道基督的样日子 使我们的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知识表示你的宽度 见识表示你的深度 所以我们思想要有深度 就要有见识 那见识你的见识哪里来 从你的社会经验吗 我们中国大陆的地用 准备来到美国 我们的见识从哪里来 我们从社会上那些 不政治风来的 对不对 所有的反常伦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不交朋友 因为交朋友怕朋友害我们 因为中国的朋友都害了朋友 对不对 也不交闺蜜 因为害你都是闺蜜 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你怎么交什么呢 所以你的经验全是消极的 你要回到神的话语中来 这里有智慧 这里有见识 这里有知识 所以那怎么来呢 你就得学呀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到了普林斯顿 英石先生 我到了东亚系 做他的学生 他跟我谈话 他特别喜欢跟我谈话 因为我在他面前 没什么约束 像很多人在他面前 像那些大学者 像刘宾燕 苏小康 就坐在余英时代面前 那椅子只能坐一半 表示对先生的尊敬 我在那儿二郎腿一坐 就跟他聊 那时候我抽烟 他也抽我也抽 那聊得开心呢 我们一会儿聊三四个小时 他们也就五分钟就结束了 谈完事走吧 他就特别喜欢 因为他在书宅里待了一辈子 突然叫那个乡村野夫 然后来到了这个普林斯顿的殿堂 说的都没听过的事情 他特别高兴 但是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 他说伯利亚 你的语言体系 跟我们不一样 我说怎么 他说你这倒是共产党的体系 我说那我怎么改呀 我愿意改呀 他说读书啊 读书就能改 我说读什么书 他说你不要读横排版的书 要读竖排版的 我从此开始 原来读竖排版 错行 找不着行 你知道吗 后来就开始读竖排版的 原来我们从左 往右 从上往下 现在从右往左 对不对 读书不一样了 读 那就是台湾出版的 不要读大陆出版的书 尤其历史 绝对不能读 所以我就读 后来发现我也没有改变 我到台湾发现台湾跟大陆也差不多 对不对 我们那是要统一台湾 他们要反攻大陆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思想一直很像的 国民党跟共产党一奶同胞 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台湾大学 同学们请我唱个样板戏 没听过 我就唱个 要把那反动牌一扫光 我唱完了一个台湾同学 说玻璃兄 你的反动牌是指国民党吗 我都忘了 这台湾哪 我怎么会唱这个 我应该唱那个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 然后他也很幽默 他说我们也会 同学们起立 因为就有一个大陆的 他们一百多台湾的 他起立 咱们唱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大陆是我家乡 哇这一唱 大家觉得意识形态很像 能改变我们自己吗 改变不了 我从读神的话 读圣经 我开始改变我 因为圣经对我来说 所有的一切跟我过去都不一样 它打碎了我过去 关于历史的看见 关于对上帝的认识 关于对我的认识 关于对人的认识 关于对未来的认识 关于对死亡 对永生 很多是我过去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破碎了我 他打碎了我 使我可以重建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碎 我们把人当作神的心理 我们见到权力就败 我们见到权力就怕 对不对 你今天你见到一个警察 你怕不怕 我在大陆就怕警察 因为我是通缉犯嘛 我来到美国 我就亲近警察 我来到美国第一站 从纽约下飞机的时候 那纽约接我的一群人 都是警察 二三十个警察 拉了个条 我看张伯利 然后英国的外交官 就把我交给那帮警察了 那帮警察就帮我办 什么入境手续 什么设安号 什么都帮我弄好好的 所以我只要有问题 我就找警察 对不对 你看不同的环境就不一样 所以要打碎 对人的权力的敬拜 我们唯有敬拜上帝 你们 所以我们要明辨是非 学习在圣经中 寻找一切的答案 圣经中答案都有 答案都有 所以圣经 彼得说顺服神 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是一个肯定的句号 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只要你的权柄 跟上帝发生冲突 我们只顺服上帝 不顺服地上的权柄 如果彼得和约翰 他们顺服了 当时的萨都该人 大祭司就没有今天的教会 还有今天的教会吗 因为他们严严的不允许他们穿福音 没有 所以但是他们没有顺服政权 他们顺服了上帝 后来 这个 这个 萨都该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他们 想把他们杀了 圣经书第三十三节 说想把他们杀了 五章第三十节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工会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加玛烈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也是保罗的老师 他就说呀 如果我们把他们杀了 他们是从神来的 那我们就抵挡了神 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 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历史人们很清楚吗 丢大起来 号称是神 周围聚集了好多人 结果他死了 鸟受散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尤大的起来 粉丽党人 反抗罗马政府 最后被抓了 被钉了十字架 砍了头 死了 那他们人也就做鸟受散了 如果这些人真的来自于神 我们抵挡他 就是抵挡神了 那么这个 这个加玛烈 不是萨都该人 加玛烈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 耶稣虽然经常批命法利赛人 但是法利赛人 还是以色列文化的主流 到主后七十年 萨都该人就没有了 因为圣殿被拆了 他们这个祭祀阶层就没有了 这个族群就不见了 但是法利赛人一直存到现在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们再看神对教会的保守和护理 这就讲到了 这个加玛烈 讲完了以后 公会的人听从了加玛烈 便把使徒叫来 把他们打了 打了 用鞭子打的 打得很重 你不要以为打的 那个鞭子一般就四十减一下 不能打 四十下打满 打满了死了怪你 三十九下打死活该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然后呢 吩咐他们不可奉 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了工会 怎么样 心里欢喜啊 因为算为这名配受羞辱的 就被算是为配 配为这个名受辱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 传基督是耶稣 耶稣是基督 感谢主 所以我们这个看到非常重要一点 现在我这个讲到有一个 这个王明道牧师 王明道牧师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犹太人的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领袖 用雷霆万军的力量 想消灭基督的福音与教会 但是因着使徒的勇敢 刚强福音才得以传开 教会才得以建立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效法使徒 他说有人问我 今天中国的教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他说我告诉你们 我们走使徒的道路 那就是说 我们要跟着使徒的角度走 向他们那样的勇敢刚强 向他们那样的不怕惧 不怕恐吓 向他们那样的不顾性命 向他们那样的致死忠心 向他们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在任何的阻力下 仍然的传扬福音 那样只有本着神的话语教训人 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 他说可叹了 今天许多的传道人 竟利用顺服人的制度 和服从有权柄的人 这两句话 来掩饰他们自己的胆怯和失败 来欺骗 许多不十分明白圣经真理的信徒 以至教会的信仰 事工 都被放在人的制度 和人的权柄之下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真理被蒙蔽 圣经被歪曲 教会变了质 阳群分散流离 基督的教会和福音 就这样在顺服人的制度 和服从全民的教训下 被神的仆人们 轻轻断送 这些传道人 能逃脱神的震怒吗 王明道牧师 这不是我讲的话 我也讲这话 你说张牧师又搞政治了 王牧师在华人教会里边 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 是非尊重的一位牧师 他当年就反对三字 他说三字就是不信派 就是不信的 他坚决为了信仰 我不参加三字 所以在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没有低头 在共产党来 他也没有低头 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丁子明先生知道 无期徒刑 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判话 无期徒刑 后来他怎么被放的呢 是美国的总统 叫James Carter Carter 今年99岁 Carter 昨天发推特 他说他接到了一万多张的贺卡 也就是他的生日的时候 Carter 非常被人爱戴的 虽然他在政治上没什么作为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 柴玲有一天跟我说 我那天我做了一件糗事 我什么糗事 他说我参加一个会 旁边做个老头 那老头就跟我握手 说柴玲你好 他说你谁呀 你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name 他说我是James Carter 卡特是谁呢 会这样愚蠢的人吗 美国总统都不知道 就说这个总统做得默默无闻 然后这个人也没说我是总统 他怎么说 他说那你做什么工作的 他说我给穷人盖房了 哦 他说你是建筑商哦 总统 美国的总统 就是这样的平易近人 这个卡特见邓小平的时候 就谈到一个人 王明道能不能放了 我代表美国政府来跟你谈这个问题 那邓小平说那没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 改革开放了吗 放了吗 他也不知道王明道干嘛的 他回来了就告诉我 放王明道 那底下公安局就忙了 关到哪都不知道 后来查到了关到了山西的杨犬 杨犬是个煤炭的城市 关到那个监狱里边 然后就告诉监狱长把他放了 监狱长就是一看 哇 小平同志的指示 最高指示 赶紧放 给人一个条 让他签字 上面写的 罪犯王明道 改造良好 行满释放 签名你就自由了 王牧师看来说 对不起啊 这个我在神的面前是罪魁 但是我在你们中国政府面前 我没有犯过任何罪 第一我不承认我是罪犯 第二改造良好 我没有改造 我知服从管理 我拒绝改造 我信耶稣不会被改变 第三 刑满释放 也不是事实 我是无期徒刑 没有刑满一说 所以不出去 你看那监狱有官人 不出去的人吗 主的仆人 后来那监狱长就来了 说老人家你出去吧 你不出去我就进去了 所以就把王牧师 既然不出去 你不是服从管理吗 好 换监狱 给他换监狱 上车 带着行李 车开到阳泉的 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 老人家要上厕所 说上厕所 然后王牧师从厕所出来 车开跑了 这就叫释放 王牧师觉得 一祷告觉得不对 这个要有结果的 就背着行李走了好几天 又走回监狱了 敲门 说我是王牧大 我回来了 这个你看 放都放不出来 感谢神 我记得王牧师 我奉献 我到达勒斯同古福音营 96年 王有信牧师带来我们看来的 《王弥道》那个电影 是贝利罐们采访王弥道 美国最著名的博导家 他采访王牧师 跟王牧师谈话 然后那个节目 做到最后的时候 就王弥道被主接走 90多岁 活了90多岁 然后那天早上 他师母去教会 说我做礼拜去了 你好 所以晚上回来 我们跟你一起来 讲牧师今天讲到的内容 等到师母他们回来 王牧师已经回天家了 我还记得那个 华卫音是这样说的 说这就是王弥道 神的仆人 他一生 真的像他的主耶稣似的 长经忧患 饱受痛苦 他走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的房产 他住在朋友的房子里边 他随着别人的床 盖着别人的被子 从他被主接走 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自己 但是他却留下了 最美的见证和榜样 给今天中国的教会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传道人 学习和效法 王牧师一生都没有 向这个专制政府的宗教政策低头 没有 当年跟他讲得很清楚 周公来说 你要想坐官 或者坐牢 你自己选择 坐官就做三次的主席 他没有选择 三次主席是部级干部 副部级啊 对吧 他选择了坐牢 但是他却一生一世 荣耀了这位上帝 成为今天教会的祝福 所以神的教会 能够成长 能够得祝福 就因为这些上帝的仆人 他们敢于坚持真理 敢于说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 所以那我们对政权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的正确立场 第一 我们应该在任何的情况下 顺服神 并逃出喜悦 第二 我们在不违背 神的命令的范围内 也应当顺从政府的制度和权柄 第三 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 与神的命令相抵处 那样 我们便只有顺服 顺从神 而不顺从人了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上帝的律法 高过地上的法律 天上的法庭 高过地上的法庭 上帝的国 高过地上的国家 因为神的国永远没有穷尽 地上的国都会过去 耶稣的权柄 高过地上君王的权力 你们 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大使 哈利路亚 我们是上帝拣选的 可以把上帝的福音 宣告出来 在这个地上 不管面对着执政掌权者 还是任何的人 我们都可以说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国度 会到永永远远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为 在逼佛中的教会祷告 我们要为加州祷告 加州现在已经变成了 所多玛俄摩拉 有人说早就是了 不是现在就是 早就是了 那我们生活在 所多玛俄摩拉人怎么办 上帝还没有毁灭这个城市 因为这里面还有我们这群艺人 对不对 还有这些 可以坚守真理的人 所以我们要改变 改变加州 为加州祷告 为加州的执政掌权者祷告 那我们作为美国的华人教会 我们也国内的肢体祷告 每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美好的建设 我都不敢懒惰 我福日主的时候 我不敢懒惰 就因为我看到国内 我的朋友在坐牢 在坐牢 当时王仪牧师来到美国的时候 在我们教会 我说你就别回去了 回去一定有危险 逼佛要来临了 我早就95年 我就说逼佛要来临 他们不信 因为我有经验 我都斗争这么多年了 我特别有经验 我告诉你 很快就来了 我告诉你 他们都不信 我记得我一直在讲《彼得前书》 在香港的大会上 我把《彼得前书》讲了一遍 大家说 他们说太悲观 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宣教大国了 了不得的 教会都是 我跟他们想法都不一样 那时候我就劝王仪 我说把孩子弄到美国来 我们帮你带 你过来来回走 实在不行了就赶紧跑 像我似的 我就会跑 这个 该跑就跑啊 他说跑了 弟兄姊妹怎么办 作伟又跟他们在一起 作伟被判了九年 前天他的师母又被抓了 蒋荣被抓了 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 上帝的恩典 能够伴随国内的弟兄姊妹 Amen Hallelujah 他说 我再带 他说 我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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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能 那时候 没想到 那时候 你不想 我再带 那时候 我就 我再带 就 您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